我們現在養三隻貓 第二隻小貓叫Nana 其實也是一隻本地的流浪貓 起初以為牠是塞貓 因為家附近有人在找塞貓 到我們找到的時候 就發現了原來的流浪貓 我們順便領養了牠 絕大部份流浪貓都是怕人的 Oki和Nana 是比較另類的 但是他們怕人是好事的 因為現在坊間也知道 很多很討厭貓的人 都會捉流浪貓的虐待 其實他們怕人 是想保護自己 其實我覺得 人們說領養寶寶貓 比領養成貓更好 這個看法完全不對 很多人是領養寶寶貓 因為純粹覺得 牠看到那一刻 覺得隻貓很有趣 但是貓的胸口也會長大 有些人覺得 成貓可能之前有些不好的習慣 很難去改 但其實我覺得不是 只要主人 願意付出時間和愛心 多些去跟貓說 貓是會明白的 主要有三大個步驟要處理 萬一隻貓是有FIV或有FELV 日本當地就不可以讓隻貓出境 航空公司那邊要安排好 日本那方面都是要貨運 不可以搭客運 香港那方面 就是分將不同的世界各地 不同的國家分了三個組別 日本就是第一組別國家 只要入境的寵物打齊了針 還有針紙和晶片 到那一刻就可以直接跟著人回家 不需要再坐一些所謂的移民監獄監獄 好 谢谢大家